您是否曾欣赏过电影《太阳的孩子》? 这是一部传承对于家园的疼惜 希望借由富裕找回已经失去的人心 电影故事的背景是在花莲的封兵港口部落 阿美族人游行互相荒废的土地 鼓励族人携手富裕耕作 消失的美丽梯田 因为人口外流和水路损毁而逐渐被废耕 这部电影中部落女子哀伤的嗓音唱着族语歌曲 林务局观山工作站主任表示 此次赠送影片的目的 是希望趁着年节游客聚集 广为宣导保育观念 看见台湾这部片子 才知道我们台湾这么美丽 但这么美丽的状况之下 怎么如何来保护它 或是在自己的有限的能力之下 如何为台湾来贡献一己小小的力量 我想这也是我们必须大家来一个努力的方向 这些影片真的是非常的珍贵 有一些影片也曾经得过一个奖项 像这些种种的过程 事实上讲我们更应该把政府这些资讯 公开的来开放给民众来认识 赠送对象目前林务局观山站 主要针对旅速业者 业主人表示只要前往索取即可 欢迎事先向工作站登记电影名称 林务局将授予免费播放权利 愿意投入工作的行列中 有的人为的是这片土地 为的是自己的家乡 东台新闻吕一切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